下面看到这个嫌犯也太嚣张了 竟然当着警察的面来砍人 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 新北市卢州传出了枪响 由于卡拉OK店的老板呢 因为被扎电想报复 找对方谈判 结果一言不合 竟然拿出了预先藏好的西瓜刀 朝着对方砍下去 尽管警察在现场他都不停哦 警方除了对空鸣枪 也找了快打部队来支援 现场三个人受伤送医 把人砍到倒地不起 无信凶嫌犯之后 竟然想搭同伙的机车逃逸 但警方早就在现场阻挡 让凶嫌弃的直跺脚 快打部队迅速赶抵现场 就是因为凶嫌和同伙 拿预长的西瓜刀 将对方一行三人砍伤 连警方都到场了还不罢手 已经有亮武器了 他们是等了已经砍受伤了 才对空鸣枪 而且一开始 等那么多才来两个警察 所以警察对空鸣枪 他们还是一样继续砍 很嚣张 案发地点血击斑斑 警方拉起封锁线 30号晚间11点40分 新北市芦州街头 两帮人马杀红眼 就连看到警察还继续拿到护砍 为了制止泄斗 远警对空鸣枪 那我们远警为了保护当事人 避免这个事态扩大 所以有鸣枪 对空鸣枪自止 初不了解 无信和真信嫌犯 因为卡拉OK店遭杂怀恨在心 想报复才约对方谈判 但随身携带武器根本就是要寻仇 刀刀朝头颈猛砍 下手凶狠 为什么要随便砍 现场总共造成 三人受伤都已经送医治疗 但在警方面前亮刀 斗殴不止嚣张 还挑战公权力 下场当然是依法就办 记者侯宇祥 温思涵 陈嘉宾 黄菲华新闻一直报道